欢迎收看五期股市同学会 我是陈明君 各位同学上课了 今天的大消息 台股当冲降税确定要再延长三年 加上今天金融跟光学股 大力光领均指数大涨超过了百点 也占回了所有的均线 好 这两次 近期两次台股有跌破了 跌破月线就两次 刚好官股都在这两个时间点 就进场大买 尤其今天 这冠军电子金融航运股都表态了 好 再大跌的几率应该不高了吗 马上欢迎今天来同学会的三位来宾 第一位欢迎分析师王兆丽 叫了一个午安 明君好 各位同学好 第二位欢迎分析师肖又铭 老师好 明君 各位同学好 第三位欢迎分析师邓上伟 邓老师好 明君 同学们 大家午安 好 最近半导体受到外资的多空消息干扰 台股的公司派就不忍了吗 因为联电 昨天他们自己官方发出了涨价通知函 说三大的美系客户从一月份开始 厂约价格要涨8%到12% 明年三月起全品项又要再涨价 将会大大的加持它的毛利率表现 那么其他外资也对三大的半导体指标股出具了相当乐观的看法 半导体在圣诞节之后 外资如果放假回来 有没有机会捕获呢 请教赵立哥的最新看法 尤其赵立哥一直看好的电源管理IC 高速传输USB概念股 今天在盘面上面表现是非常的亮眼 正不下去的强势族群 搭配缺货效应能够走多久呢 追问赵立哥的最新解读咯 经济部拍板了 要让台积电到日本的熊本去设厂 现在就连德国也加快脚步一直招手 大力的补助半导体厂到当地去设厂 今天半导体股没有太明显的动作 反倒是化工股是群起的猛工 已经整理过后的化工股今天再出辆强工 即将展开另外一波的攻势吗 当中领头羊要看谁呢 另外老肖老师追踪的钢铁骨跟橡胶骨 今天盘中阵一阵之后 尾盘好厉害喔 全部都由黑翻红还拉高收红 橡胶骨短线凝聚了非常多的人气 那么今天爆亮之后还可以追吗 追问老肖咯 台股今天靠两道光护体 一道是外国人的美光 一道是台湾架杠的大力光 上周吴邓老师用量价关系来分析 大力光的底部冲量 就是要反攻来真的了 最底的大力光 两根掌停板表态给你看了 瓶盖骨能够不寂寞吗 另外记忆体由美光看好 下一季的财报 很好加持 盘后的股价大涨 那么我联想到 美光看好下一季度一整季 那么台湾的记忆体 有机会再反弹一整季吗 请教邓老师 关怀锁定武器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来 武器股市同学会 这个是台北股市的圣诞大礼吗 为什么 今天立法院拍板了 我们的当冲降税 要再延长三年 盘中消息出来的指数 就向上的抬头 由黑翻红 一度还攻到17825点 好 投信跟关股这一波 在台北股市两次破月线的时候 都用力的买 现在到底怎么看台股的盘式变化 今天大盘式上涨了120点 收在17789 量是2585亿元 好 联发科今天表现还不错 它的最新天机9000 跑分碾压高通 而且外资看好联发科 明年的展望 大力光一度又攻到了涨停板 从上周五到现在 已经是两根涨停板了 真的是非常的强势 可惜的是台积电 今天盘中好几度的奋力翻红 但尾盘又翻黑 从大盘来看 赵立哥我想问 我们台北股市近期 有两次跌破的月线 那两次跌破月线 大家都小小的担心 可是每次看盘后资料 关股都毛起来大买 今天很关键 当冲降税延长了 三读通过 之前这个变数呢 也有多少干扰到台北股市的表现 现在这个不确定因子呢 已经确定啦 那台北股市短线上面 是不是应该不会有大跌的空间 对 其实台股这一波 说真的当然算蛮强的 那当然台股的部分 其实我个人觉得 目前来讲跟备伴差不多啦 那我也跟大家讲过 其实美国股市短时间 不会连续性重挫 因为第一个 实质的利率 其实已经付到深渊了 你知道吗 因为通膨太高了嘛 那第二个来讲 因为银行的流动性 市场的一个资金的流动性 非常的 对 没错 所以美股这个地方 既然短时间不会连续性重挫 那台股当然 它就会更强 那我们先看技术面的部分 好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一天的量是最低的 就刚好是这一天 对不对 就是最低的那一天 对 那2500亿吧 那最近来讲的话 这两天量 稍微比较大一点点 那当然啦 大家看量的部分 还是会有一点点 就觉得不是太好 可是我个人觉得 你要把它用 比较正面的来解读 因为第一个 现在外资放下 第二个来讲 因为现在的操作难度高 所以一般的投资人 真的比较不操作 对 绑手 对 没错 所以我个人觉得 其实你要把它视为 是筹码的安定 那之后我觉得还是一样 我觉得18000点会过 理论上过的机会非常大 那当然还是一样 要半导体这一部分 来做领军 所以当然啦 以目前来讲 因为美国不动大 所以大家操作上难度高 所以成交量萎缩 对 那不过我个人觉得 电子股只要可以领军 我觉得会领军 然后加入传产股 加入轮动 不管是航运钢铁 纺织树化等等 那就会有利于指数挑战18000 甚至于会占上18000以上 那这一部分来讲 当然你可以操作船长 不过我觉得你还是以半导体 瓶盖车电等等 这一些的一个族群为主的 好 半导体瓶盖车电 今天我都有很多的问题 想要来请教老师 首先看半导体 在这个年关将近之前 其实不少的外资 都对明年的展望 做出了报告 有空也有多 之前是有外资 是看坏明年的半导体的展望 认为说 在派对的高峰结束前 你要赶快离场 可是公司派却用他们的行动 来表示他们对明年看法 是非常的乐观 而且就是产能都被抢光光 抢爆了 所以要涨价 金元二哥一涨再涨 打脸小模的唱衰乱 他们说三大美系客户 元月起要涨 长约要涨8% 12% 明年3月起要再调 所以毛利率有机会 提前冲上四成 尤其是这一个 传出说 金元代工厂承受制程 有按盘 就是说我现在给你的价格 不见得照着合约走 如果你想要几蛋的话 那你就要再加价 所以真的是赚翻天 另外英特尔市单3奈米 瑞银说台积电 有机会看到740元 现在到日本设厂 已经确定了拍板定案了 业界认为 一线金元代工厂 跟材料厂 千厂月水 今天材料股表现得非常的飘悍 那半导体三网呢 有其他的外资 有不同的看法 海银的这个论处呢 我们都已经看过了 现在看到另外两档个股 一个是IC设计的龙头联发科 摩根大通看买进函 1200块钱 外资是二连卖 投薪二连卖 但CDKY 我就印象很深刻 赵立老师有特别提醒 他已经底部翻扬了 底部形态了 这个时间点 麦格里出来讲话了 尽管平等中立 可是目标价是从3830条到4777 投信是2 二连买买了22张 好 到底是不是半导体的 缺货派对结束呢 因为好奇怪 有网友搜索被盗账号 我们昨天才讲 就是他们才看好 实党科技股 现在又说派对结束 这个外资反反复复的 到底该怎么解读 对 没错 我们先看下一页的部分 其实你看一下 我们先看这个好了 其实我要跟大家报告 为什么半导体这个地方 它必须领军 其实我们来看一下 今年以来 道琼涨15.6% 其实涨幅相对上 四大指数里面 它是最小的 那斯大涨18% 那S&P500涨23.5% 背半今年的涨幅 最大是34% 好 那你来看一下 其实从这个地方 涨上来之后 这个地方进入整理 大家有没有发现 之后涨上来 11月份的时候创新高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 台湾的半导体 这一段都是落后的 完全落后 我们来看半导体的一个指数 好 赵李老师 今天特别叫我们 敲半导体指数 对 没错 你把它缩小好了 你把它缩小到今年1月份好了 从今年1月开始 对 你看一下 我们的半导体指数 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 大概在这个地方 到现在来讲 还是在这个地方 是耶 那你看背半的指数 是不是因为它就是 长得跟台积电很像 对 它长得跟台积电很像 那你看一下 人家背半的指数 在这个地方 1月份 那已经涨成这样子了 我们还在这个地方 还在混 当然台积电占台股的权重很大 占报纹到底的权重也非常大 可是我刚刚跟大家报告 其实背半的指数涨什么 比如说像高通 比如说像博通 这个也都是爱气设计股 对 它也涨NVIDIA AMD 它也涨得宜 对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所以很多人都说 台积电到底会不会过关 会不会620 600 其实我觉得会 因为它的车户都涨歪了 背半都涨成 你看一下 背半都已经涨成这样子 然后这边还特别还供上去 然后我们在这边晃了 一整年都在这个地方 所以聪明的你 你试想你就知道 其实我不是太喜欢这样比较 不过你看这种涨幅 你就知道背半 基本上来会 台湾的半导体 还有电子股会过 好 那假如是这样的状况之下 当然我们要搭配基本面 未来的展望 假如说没有未来的展望 没有未来的基本面是好的 当然我也觉得它不会过 那所以我们来看 你比如说联巴科的部分 摩根大通 他叫买进1200块钱 那等一下我跟大家讲为什么 那台湿电的部分 他也说都会赢买进 710 调升到740 麦格里系列KY的部分 电源管理IC的部分 也是相同的 那其实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有一些 你有没有发现 其实这三档股票来讲 虽然都是电子股 虽然都是半导体 可是有两档又是IC设计 你不觉得很乖吗 为什么又是IC设计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大摩的部分来讲的话 其实你可以看到 其实他在昨天的时候 看好了十档股票 又有五档又是IC设计 他不是跟你讲说半导体不好了吗 对啊 这边这边 还有这边 这一支 对 信华 你看 十档里面又有五档 是见鬼的吗 所以代表多数的外资 似乎同样的共识都是IC设计 对 因为被办里面 其实很多的IC设计 那其实我要讲的就是说 其实有时候大摩你看他 不管是怎样库存 什么明年第一季 跟2015年又一样 又要出现所谓的一个 库存修正的情况 对 库存修正 意思就是说涨价涨不太上去了 因为库存 好 那我跟大家报告 假如是这样的状况之下 当然我们还是要选择短料的部分 短料的部分 比如电源管理 IC 比如快充等等这些 之前我跟大家讲过 那其实我的意思说你看一下 他也是看好所谓的IC设计 所以不管你 我的意思说不管外资看好半导体的 还是看不好半导体的 其实他们的共通点 很多都是看好IC设计 好 那外资看好的这 尤其是今天最新的三档共识 股就是联发科 台积电跟系列KY 老师你认为他们外资能出发 平等比较乐观的方向是在哪边 对 没错 好 联发科的部分来讲 当然它就是一个 所谓系统单晶片的部分 比如说像手机 手机 SOC 它是四占率第一的 好的 那我们看一下股价好了 其实2454的联发科好了 我个人觉得 因为从今年EPS比去年大幅成长 明年EPS又比今年大幅成长 明年的手机你看大力光就知道了 对不对 手机的销售明年基本上会比今年好 大陆也一样 因为大陆今年的销售确实不好 好 所以假如说就这样的情况来看的话 它又是四占率第一的状况之下 我个人觉得 其实你先看303我的资源好了 资源是IC设计里面 昨天创高85今天又动上去 这个是IP的股票 好恐怖 那等一下我跟大家讲 好 来 那2454的联发科 我们看一下 这个市值是真的比较大 可是我觉得这种股票其实会过高点 1185会过 这个你看它的目标价 大部分的目标价大概也都会过 所以然后再搭配这种整理形态 对不对 其实拉回来量说 这种其实要吐一下 其实很容易过 所以只是说这个股价 对一般的小职族来讲太贵了 我觉得1000多块怎么买 对不对 买一张要100多万 所以你 办理就买零股 办理就买其他的IC设计的股 好 那台积电的部分来讲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一样 不管930不管740 我们看一下台积电 都比现在高 对 我们看一下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 台积电因为今年的时候 为什么它就没有涨 因为今年最主要是涨成熟自成的 因为涨价的效应 连电那些全部都成熟自成 世界先进 所以涨连电才是合理 可是它现在我个人觉得 它会慢慢反映未来的 所谓先进制成的部分 因为客户一定越来越多 5奈米的也一样 明年下半年3奈米的 连英特尔都有可能会进来的 基本上不是有可能 是应该会进来 对 它那英特尔的C又不是上一半 车来台湾 所以你说这种股价638会不会过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 我个人觉得这个都会过 这个应该会再更高 有机会去挑战今年年初的一个高点 这个地方 我个人觉得 当然现在你会很瞧不起它 因为它已经被人家瞧不起很久了 可是你不要太瞧不起它 它基本上涨万真的3奈米 是有谁可以做到3奈米 对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位置最低的 对 细力KY的部分 你看喔 麦格里看好什么 电源管理IC 明年工艺人呐 抗好吃又有溢价优势 就是跟你讲 电源管理IC真的是很缺 那我们看一下6415的细力KY的部分 你可以发现 对 你看你会发现 股价也慢慢上来了 对 因为赵立哥气 你几乎是涨在市场的时候 对啊 几乎最低点 因为我跟大家报告 因为电源管理IC 真的到现在还是很缺 只是你不相信而已 因为你现在看到很多东西 好像也不太知道 可是我跟大家报告 你看它的均价就知道 它的报价 对不对 最新车点 那真的非常缺 有些型号都已经甚至于停止接单了 好 来 所以我们看下一页的部分 所以假如说 以目前IC设计类股来讲 当然 以目前的 当然还有连电 两波的涨价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 这个也真的是把外资大膜 打到我真的是不知道 赵立哥我想问 连电启动了两波的涨价 除了它本身会受惠之外 哪一些的类型或族群的个股 其实会受惠 对 没错 好 我想大膜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比如说连电涨价好了 它有另外一个意思 有些因为藏料的部分 因为客户有库存了嘛 所以它有可能没有办法 去反映成本的上升 所以会导致成个别公司 它的一个IC设计的毛利率出现下降的一个情形 可是今天假如说 我是一个短料的 我现在就已经缺到翻了 你当然比如说像电源管理 已经缺到翻 你要跟我涨价 那当然加价 对啊 金元大一共跟我涨价 我就加价就这样子 哪有什么 反正我就是可以反映成本的意思 是 没错 所以我觉得 好 你看一下 所以刚刚联发科讲过 我就不讲了 好 电源管理IC的部分 你比如说像系列 这个也是 立志这个是华硕集团的 可是这个是新规 那你看一下 其实你看一下 3588的通缺也是一样 好 3588 我们看一下 其实这种股票 我个人觉得这种股票都会过高 你看这个 其实都是量缩成这样 然后它要挑战月线 其实这种扩量上去之后 我个人觉得 因为这个地方大量缺了低点 大概也快站上 那这个地方因为有颈线 所以它要稍微尊重一下 有没有 这边颈线 尊重一下 拉出长红棒这种 我跟大家报告 这种股价都会过高的 机会非常大 好 酝酿 对 今天这个也很强 对 那另外你看快充的部分 也是一样 614的创围 对不对 创围也是一样 今天本来是说 昨天的量比较大了 有没有 有点比较危险 今天的量更大 对 所以这种股票 其实就变成 理论上来讲 这个应该是真的突破了 那基本面来讲 当然也不错 所以这种应该都会上 那委权店的部分 你像一下 2436的委权店 好 2336 对不对 这种也是一样 也跟他说红棒 所以我的意思说其实是这样 那当然 IP的部分来讲 因为IP 其实大家也比较不会怕 我就觉得他了不起 就是本益比稍微高一点点 可是大家不会怕 因为你金元代工 比如说他是连家军的 对 那现在连电跟三宋一起合作 对不对 那未来的晶片越来越多 那他做IP的 当然他的获利营收 就会越来越高 所以为什么他可以一马当先 其实现在IC设计类股的 全股逻辑也是这样 就是说我不管 我有藏料的 我先不要 我先买短料的 我先买这些 不会有影响的 未来营收好的 那他的获利会增长的 好 那最后来追踪一下 这个很多强势的IC设计 陆续的表态 那这一档呢 很滴滴的大力光 越来越多的外资 最近都陆续出去了 非常正面的报告 那赵立哥你刚才讲 明年的手机市场 会比今年更好 大力光怎么观察 对 没错 我们先讲大力光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 当然有大摩 其实大摩不错 大摩竟然还买大力光 人家真的涨零 真的也是蛮厉害的 虽然常看520的时候 看降了16档 之前我们讲过 他有错的 当然人家有对的 那陆续外资 当然大家也知道是谁 不管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大力光的股价 大力光的股价 连续三天 其实他跟你讲的是说 12月的营收 当然基本上会比11月好 那明年当然会比今年好 他们的讲法是这样子 那没错 明年会比今年好 可是当股价涨了一段之后 你说要再这样喷上去 我觉得机会很小 因为 短线涨太多了 对 因为营收获利的增长 12月大家知道会比11月好 可是明年 不可能增长大爆发 对 不会 要等到明年下半年 所以基本面 股价反应太快 所以有可能震荡整理一下 之后要上 可是它涨 有一个好处你知道吗 平概股已经一年没涨 一吨怨气 一吨怨气 我们看一下3406的预星光好了 这一档是之前有搭上 元宇宙的油 对 你看整理完之后 这个也有开始 慢慢有一点要转强 那你看一下 6278的台表科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6278 对 6278的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可怜 你知道吗 这个委屈到不知道该怎么讲 应该要唱一下太委屈 对 这种EPS今年12块以上 明年1567块预估 这种股价才 对 那你看一下2317 2317的红海也真的很委屈 我跟大家报告 股价这是什么现行 因为大家真的那时候 对于Apple的部分来讲 其实说真的 比较没有那一种 因为股王不涨 所以明年有机会 痞疾太大 我觉得会慢慢上来 因为大家立光已经先示范了 同一个族群 只要有示范的个股上来 我觉得就有机会 好了 以上是赵丽老师 今天针对了整体 从美股当中的肺半 今年的表现 联动到台北股市 相关的个股跟族群的观察 给大家短线上面 这个操作半导体族群 比较清楚的逻辑跟方向 如果说你对操作 你手中的持股 任何问题或想法的话 欢迎参考画面上面 我们赵丽老师的大头娃娃 跟他加个赖 办的持股问题 跟他来请教一下了 好 今天又围绕 在半导体的题材 因为台积电 确定要到日本的雄本 要盖场了 现在德国也等不及了 他们很缺半导体的晶圆 这个制程 希望台积电也去那边设厂 今天台积电 没有什么表现 但是化工股 搭上先进制程的 大扩产的题材 股价了好多档 都供到了亮灯涨停 有的人是整理之后再供 有的人是创高了 怎么样观察这个族群 整体的传产股 包含了钢铁跟塑化 今天的表现 有没有什么猫腻可以抓 我们请教老肖老师 休息一下走定五七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来五七股市同学会 台积电闷了一整年 明年有机会大爆发 因为好多人找他设厂 要去美国设厂 日本也要去了 现在德国也在拼命的招手 台积电去雄本之后 下一站前进德国 那么半导体扩厂化工股 会先嗨了吗 怎么讲 经济部头省会 同意台积电赴日设厂 这个案子获得日本政府 支持补助4000亿日元 德国的经济部长也说 推在地制造达成自给自足 所以要总投资金额 补贴100亿欧元 希望台积电可以去德国赶紧设厂 半导体扩产效应带动 化工股也成了非常 不可或缺的角色吗 包含了三幅化 我们节目当中提到了好几次 整形布局电子 及精密化学品市场 中华化今天股价 非常早就公道亮灯涨停板了 明年化学品市场需求强 评估还要扩产 永光除了最近 这个半导体的扩产需求之外 还有纺织的带动 色料下游纺织入网季 第四季业绩也会很好 三黄有石墨烯材料 下一代应用持续发酵 好 半导体跟这个 化工族群也许下个礼拜 还有细唱 为什么 SemiCon每年半导体的大件事 在台湾 就要开展了 聚焦化合物半导体 一直整合 智慧制造跟绿色制造等四大主题 我想再请教这老乡老师 化工股之前 我们先从大盘来观察好了 你昨天讲了 大盘现在已经把肺磅甩在后面了 现在要跟的是亚洲股市 今天看起来雅股的表现 好像还算不错 大盘今天反攻上来的话 短线上面还是跟着雅股在走 其实也不是 其实台北股市目前是比上阵 跟首尔来得强 也就是说这张图表 我们是把过去的两个高点 一个低点做交叉比对 假设你单纯是拿12月份 这当作基础点来看 台北股市已经领先各大 全球各大地区 不管是上证 首尔 道琼 日清 包括纳斯达克 废办 德国股市 我们是最强的 也就是说 也许你觉得整个大盘 感觉上好像是 为什么涨又不是涨得很干净俐落 最主要我们的看法就是难免 因为这里一直到 不只是这个月 一直到下个月到农历年 整体上大盘没有办法 在短期间恢复很正常的交易量 所以往往你会发现到 很多个股 大部分的机会就是 出现一根长虹之后 接下来就会压缩两到三天 对 问题是 我们都是看到那一根长虹 不去追 才会想进场 对 你每天都黑黑棒 我不想买 洗澡之后还有长虹 对 问题是长虹一买 往往买之前就已经打定了 大概要跌三天 所以面对这种结构 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好 自己做好所谓的新房上面的 一些准备 我会建议就是说 第一个你就针对每一档个股 那么可以利用平均线也可以 或从所谓的集结的一个关键 去找出里面最主要的一些变化 我相信在未来这一个多月 应该是OK的 好 讲到现在投资人的心态 老肖老师形容得非常的贴切 就是一个个股或一档个股 大涨之后呢 隔天通常都会被修理 怎么样护身呢 可能就要找这个非常强劲的 基本面来观察 我想从钢铁股来请教老肖老师 最近中当跟中红表现非常的飘悍 可是我昨天看筹码 外资居然卖出来 我就很担心 今天果然这两档个股 早盘就被打到盘下 但尾盘却硬是拉了上来 这代表什么意思 我觉得呢 其实不用这个叫库存量 就捏的库存量 好 就假设你是国际的主要的需求者 那当你看到捏的库存量 它总不可能跌到零吧 也就是说你去观察 其实从今年的年初以来 就是元月份一直到现在 那么一路的往下滑 就是说第一个库存 它要补库存了 就好像是19年一样 不可能这个库存让它跌到零 那你再看左侧镍的价格 我们光看今年 这是今年 今年从16、121 到目前为止 现在最新报价在 每吨 19,585美元 所以整体上 整个钢铁全球的需求 绝对没有下降 但是在个股 也许会觉得说 为什么涨一天 那接下来隔天往往会有压低 那你要怎么逐一做观察 你要看企业的一个获利能力 那除了看完镍的一个报价 跟库存之外 我们再看 以目前中钢的一个盘价报价 分别有冷压 热压跟所谓的钢板的报价 我们看今年就好了 这是今年2020年 这是现在 也就是说今年2021年的1月份 到目前为止 从22000每吨 目前报价来到29000 这个涨幅非常的飘悍 代表说请问你看到这个画面 它在告诉你什么 它在告诉你第四季的中钢 获利一定飙升 就是说第一个 如果除非我营收大幅度下降 我营收维持成长 可是我的报价是几乎往上做拉升的 那你可以笃定 它肯定第四季非常好 再来我们再看热压的部分 今年每吨从2万 目前在2万77000 最后我们再看所谓的钢板的 中钢的盘价价格 今年的元月份在2万4 现在在3万 所以整体上你就涨幅30% 所以代表说你可以笃定 整个中钢的获利能力 会出现非常明显的爆发 可是我们来看 从几个角度来看 首先我们先看单月份 就是说中钢公告单月 年增率是51% 单月份创历史新高 那你刚刚已经看到了 就反映在报价上面了 对 不能你刚刚已经看到了 第一个不管是热压 冷压 钢板价格都是创新高 好 再来营收创历史新高 累计1到11月份 年增率50% 也是历史新高 这个叫中钢 各位也许会觉得说 为什么中钢股价没有飙升 第一个因为大型股 第二个整体上 大盘的交易量在短期间 不见得能够出现很明显的暴增 但是我们从几个角度来看 我们就用一般的通试 通试就是说 很多朋友你会这样子去看 那么它自然而然会形成共事的力量 所以我们来看 我们就把一般的 不管是从周线 就固定平均线 周线 时日 月线 季线 半年线 你就通通把它丢到一个标的上面 然后你就看 从10月份以来一直到现在 是不是所有的均线在这边做纠结 对 那股价也涨不动 可是你看这个区块昨天跟今天 它是一个很标准站上 所有纠结区的上缘 那你再看每一条均线 你把五日 时日分别来看 目前除了这一条半年线之外 所有的均线都已经上移了 那它再等最后一条线 就等这条半年 半年线往上 一旦半年线往上 那我们预计那个正式的行情 应该要开始展开 好 中钢现在有仁亚 六亚跟钢板 报价持续向上的带动 加上营收有机会 12月份营收还会再创高 现在老孝从技术面来观察 就是等这个半年线的这个方向 向上的话 股价会有更明显的演出 另外两个股是 昨天老孝老师在节目当中 才讲了就是中钢购 它的股本比较小 所以跑得会比较快 昨天站上了这个位置之后 今天早盘也是跟随钢铁股的下压 跌到盘下 就盘中突然一注晴天上上级 代表说它现在纠结突破的形态 已经正式完成了吗 对 整体上我们先看了 我们就从所有的平均线 它刚好比中钢来得快 也就是说不管是五日就周线 双周线 月线 季线 半年线 它所有每一条平均线都是往上的 你如果去观察 每一条线都是向上的 这个在均线理论里面我们去谈到 这个就标准的叫多头排列 就是第一个它所有的平均线 纠结之后并且形成由下往上做提升 这是最标准的多头 看完平均线 其实你会发现 它跟我们所谓的市场成本的分布 其实是雷同的 就是说当它在纠结的过程 这里一定会形成一些集结区 那么股价站上整个集结区 就如同站上整个纠结的正式突破 像这种并且所有的平均线是多头排列的 它在告诉你 我接下来是市场的一个重要的观察标题 好 这个中钢购 现在目前的形态呈现多头排列 而且你的纠结突破 已经成为目前钢铁股 大家可以留意的多头指标之一 那今天我们刚才讲到的主题是化工股 是化工股里面有没有一样形态的个股出现了 我们要看的是左侧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K线图 都是三幅化工 一模一样 但是我们先看左侧用一般大家常用的 大家常用的就是说这是日K线图 这个是交易量 那我们都学过 如果这里叫低点 那这里就叫高点 因为还不知道后面的事 这里叫低 这里叫高 低点没有交易量 当它股价从66块飙到 将近100块的时候 是不是爆出巨量 对 高档爆量 那理论上它要大跌 它有跌 但是它跌了 它也不回撤到低点 它就在这里 就混了一个多月 然后就飙升 请问你 在正常的情况之下 往往操作者会在这边 站在卖方 可是当你卖了 你没有在这边做买回 对 所以你会觉得说 又被它跑掉了 整体上这是很正常的 加上这里到农历年 我们预计交易量 不至于扩增到 你符合大家预期的 4千亿 5千亿 很难 所以我们的看法 你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 我们来看 好 第一个 把所有的平均线 都把它丢上去 最简单的方法 就看蓝色这一条 这一条 哪些这条 村内就不用看 就是说 当股价形成纠结突破 但是它一定会整理 它不可能每天都长大 好 纵使它在整理过程 不要来碰这一条基线 不要去碰 不是股价 只要不碰它 理论上 基线位置就在之前的 这个低点 这一条 你要跟着这一条来 好 你看它在压缩的过程 它碰都不来碰 像这种过程 根本 这就是标准的甩椒洗盘 你不用走 除非它碰这一条线 你说我先走一趟 那是OK的 它只要不来 股价不来碰这一条基线 碰基线就是转弱 对 也许有些人会说 压回基线 守住基线 不对 你根本不应该来碰它 你不能碰到它 你碰到它 它就是转弱了 不碰 代表我随时要再走 一个新的波段 所以三幅化 其实这个 之前在压回整理的时候 它的线型还是非常的强势 对 所以有这个题材一来 加上站上了 这个成本的集结区之后 它就非常积极地向上表态了 那老师一样是这个 突破均线纠结的 突破这成本集结区的 今天好多党各国 其实都可以帮大家 一一来观察 对 首先比方说 我们看这次鸿海 在今天其实表现蛮强劲的 那我们举例 像6456的GIS 这主要的集结区是在这里 不集结区在这里 那么股价在上个礼拜 这里形成纠结突破 这标准的纠结突破 第一个 这一条叫季线 这一条蓝色的 对 它可不可以回撤 可以 这个回撤 你无论如何 不能收在这条季线这里 它收在这里 你就要提防 它准备这个多方结束了 它硬是不小心碰到 赶快拉回来 所以它在告诉你 我是一个标准的多方 只是它走得比较平缓 目前为止是标准的纠结突破 并且站上整个大集结区 这个是要做留意的标的谷 再来像3413的金顶 一模一样 你看这一条是蓝色 你就看这一条蓝色了 这也是一个急掌 突破所有均线纠结 赶快做回档 它刚好到这个点 它绝对不能停停在这个点 赶快拉上来 目前这是大集结 站上整个集结区 加上它的CV价格在191 大约在这个地点 所以整体上这是一个 非常标准多头的一个领头羊 好 那怎么样 我们要突破自己的心魔 把了强势骨不被甩下车 要怎么样来说服自己 对 所以我们在看 今天一开盘建设论店 有赶金版 对不对 连那个主管机关要求他就说明 为什么你骨架破洞这么大 所以我们来看 第一个CV在15块7 这一条是15块7 蓝色这条 这条哪些 好 来 你看这里 他绝对不能来停在这个季线 你看这里 你终于不能去停季线 停到这个季线 就理论上他告诉你 我就是弱势骨了 我就不是强势骨了 这个在修正的过程 他碰都不碰 他已经告诉你 你也不用担心我做压回 今天不就又拉上掌停 那三根黑棒能不甩掉 真的是心理素质很强大 这个大量 好 大量抱在这里 做一个压回 这一般正常的人都走了 问题是他一个掌停 主管计划要求他说明 他也说明了 我觉得获利这么强 来 我们再看向松腾 这也了不起 好 转换价在72块 那股价在这里再纠结 对 纠结突破的点 刚好是CV的转换价格 绝对是这个转换价格 所有的均线纠结在这里 然后转换价刚好压缩在72 站上72 股价他就告诉你 好 他有做整理 纪线在这里 那根本不会来碰 所以像这一种 应该不应该轻易放弃的 好的 以上是老肖老师 今天用非常清楚的教学方式 告诉大家 有时候你买到强势股 可是遇到短线上面的急跌 因为最近大盘的资金比较不够 很怕被甩掉怎么办 第一个是除了观察基本面之外 也要看一下它的技术面 是不是仍然维持强势 就可以有一个比较 亮丽的获利表现了 若是对操作你手中的持股 任何问题或想法的话 欢迎参考画面上面 我们老肖老师的大头娃娃 跟他加个like 办成持股问题 跟他来请教一下 另外台北股之间有两道光 一道是美光 看好猜测 股价盘后大涨 另外一道是大力光 讲到大力光 上周五邓老师就先讲了 大力光上个礼拜五 掌停好几次打开就是在冲亮 量冲去之后 后面的行情有的桥的 好 大力光的后续走势怎么关注 那记忆体美光看好一整季 那台湾的记忆体 还可以反弹一整季吗 广告回来锁定 武器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来武器股市同学会 昨天美国股市 因为什么拜登的基建 可能会有变数 跌得明明茂茂茂 可是有一档各国 盘后居然大涨了百分之六 是美光 美光他们的最新的猜测 说下一季的财流的预估 是优于预期 营收75亿美元比法人 估了72.7亿美元还要好 所以盘后大涨了超过百分之六 现在明年的长约 缺料状况逐渐改善 今天有最新的报告讲说 这个低润族群 尤其是利基型的低润 明年的状况应该会还不错 美光大涨 我们台积电的董事长 居然也有做出了看法 他说看好美光成为 全球低润的技术领导者 明年如果记忆体虚妄的话 渴望带动台湾相关产业 创下更大的忠效 一道光是来自于美光 今天记忆体族群 在盘面上面表现还不错 邓老师也追踪了好久的时间 今天继续帮大家来做功课关注 另外一道光是大力光 上个礼拜五掌听板 我们问邓老师 老师说你那个 又是要把量冲出来 所以有机会再向上攻 可是今天掌停锁不住 为什么呢 光明起讲了 大力光现在最坏的时间 已经过去了 投信六连买 买了286张 老师大力光会是投信 年底甚至农历年前 作帐的标的之一吗 基本上我想不要这么乐观 为什么 因为他虽然是买了286张 可是我们知道投信 他只要有获利 随时都可以了结 对 那我们先来看大力光 我们在15号的时候 15号的时候 是礼拜三 然后上周五果然就 标出第一根掌停 我说他就要充那个量 要过这一条锦线 这个锦线是2215 然后我教同学你去算一下 2215减掉1960 那这一段距离的 1比1等距离 今天到了 而且超过了 因为这1比1的等距离 各位去加 是算出来2470 那今天的掌停是2495 所以基本上2470以上 所谓1比1最少满足区 就是告诉你 我最少会到2470 可是到了2495 请问如果同学们 你是用技术派操作的人 你会站在卖方 对不对 已经到我设定的目标了 而且我当时告诉各位说 15号这天收2035 对 我说你用50块的风险 因为50块风险这里就1985 对 那天两天前的地人叫1985 你用50块的风险去赚他500块 来了吗 来了 今天就来了 对 你1985 然后你去加500块 就是2485 对 2485 今天到2495 如果我是一个短线操作 我一定卖 我为什么不卖 我先赚到500块我就卖了 我等拉回再买 所以接下来的大力光 为什么今天冲到掌停打不开 因为一些技术线操作的 甚至于可能是同学们 有看57股市同学会赚了500块 赚一个动作 赶快卖一下 好 还有一个很神奇的地方 他今天收2410 为什么收2410 这里有个缺口 这个缺口的上方就是2410 怎么那么刚好 这个缺口上方是2410 所以他收盘刚好收2410 对 基本上他已经告诉我 我缺口已经补完了 因为我从掌停已经补完了 但是短线上 他很有可能会拉回 但是拉回的时候 这一条五日线会往上顶 也就是说 如果同学们 你在这个2000块附近买的 然后在2470以上卖的人 这条线慢慢的会接近到 2250以上 这个时候拉回 你就可以再买回来做一趟 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外资的报告 不是把大力光调到2600吗 国民旗说又看2700吗 那真的是看得到 只是它是阶段性的操作 你今天掌停板这附近有卖的 你就等它下来一点 五日线往上顶 然后你再低阶 它就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上去 反而玉金光各位要注意一下 这个玉金光其实各位看一下 3406玉金光 它这个七度星快来了 有没有562 今天说556差6块 也就是说如果大力光明天稍微休息或不涨 那可能玉金光碰就过了 就直接过562了 那你发觉到你看这个地方是50才刚交叉 对 所以如果从技术 现行跟今天这个量 今天大盘量不是缩吗 对 可是人家量开始在表态 所以很有可能 玉金光明天碰就过高了 那过高要干嘛 就是挑战前波高点629了 这机会就很大 所以大力光有的 明天开高 我会建议同学们先卖一趟 有下来再接 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展望目前看起来是很正向的 是 对 好 那这个瓶盖股当中 老师特别点名了 这个强势的镜头股 大力光 玉金光 大家可以来留意 那另外一道光就是记忆体 好 在讲记忆体整体族群之前 我们先来宣告一下 如果说你对操作你手中的电子族群 有任何问题或想法的话 欢迎唱画面上面 我们邓老师的大头娃娃 跟他加个LINE 跟他持股问题 跟他请教还要讨论 老师那个美光说 他们看好下一季的财测 所以昨天股价 盘后咻 就跟通天报一样 大涨了6% 那今天记忆体族群的表现也不错 南亚科最飘悍 直接是跳空往上涨 对不对 记忆体族群 如果连美光都这么看好 一整季的表现 难道他们还可以再反弹一个季度吗 我觉得机会很大 为什么说机会很大 第一个 我们知道记忆体族群 这一挂 今年的获利都很好 我相信所有的同学 看我们节目都知道 有三大块 一个叫驱动IC 一个叫面板 一个叫记忆体 都是获利很好 本益比还很低 然后都是之前被大摩畅摔 所以股价都超跌 跌无可跌 好 现在美光预期的猜测会不错 这是第一个利多 第二个利多就是三星 它退出了DDR3的市场 所以基本上这个利基型的低论 大家预期明年的三月 就会开始有涨价炒了 也就是说最坏的情况就过了 而且明年三月开始会涨价 基本上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这样的利基出来之后 是整个产业从谷底翻扬 再加上很多股价根本没有动 所以这个时候你反而可以注意说 我如果报股过年 那DDR族群是有机会的 真的 对 那我们来看看现行也 好 好 我们来看现行好了 好 滑邦店 这是滑邦店 你看滑邦店基本上 你从今年一整年来看 它根本没涨 对 对不对 你看七月份的高点在385 那现在盗盘离万八 其实蛮近的 它根本都没有过 但是它做的形态已经做到末段了 已经快做完了 这里又交叉了 好 刚交叉 然后基本面也OK 有没有 所以我说我这边为什么写 五日线跟二十日线 就是你在这个区块介入都没关系 你就用60MMA寄线手停力停损 然后我相信这种股票 你不要看太短 一旦让它整个形态做出来 形态整个做出来 或者你要从这里画也没关系 一个形态做出来 它上去的空间就是过高 就是过高 可是这种股票 股本398亿 你不要把它当小型股操作 用时间换取上涨空间 好 慢慢等 对 那跟美光联动柱 最大的就是2408的南亚科 我们看到南亚科 这个形态做得也很漂亮 你发觉到这些的 颈线位置就是在这里 所以为什么说在这段时间 你对记忆体基本上 你就是黑就满 然后大概在明年的一月初 应该会有所做一个所谓的突破 对 突破之后你要享受就这一段 我们交过技术分析 你未来就是要享受这一段 这一段的距离 你抓80块 跟 有20块 你把它四十五算60块 这一段有20块 对不对 那这种股票 你是不是要买多少张都有 因为它是量很大的股票 你如果说买10张 你就会预计说 我一张要赚2万 10张赚20万 然后你给它一个月 或两个月也是不错 以这种方式来操作 那你现在看 KED是低档刚交叉 所以短线往上 那MACD是因为还没交叉 所以大概两天至三天 好 它就有可能一交叉的时候 两个同步的时候 长势就会加速了 好 那这一档也是这个 法人点名很不错的望虹 也是形态看起来 就跟黄猫店南亚科差不多 都很像 这三档几乎都 对 好像 我们看到KED都打到20 然后做交叉 那各位会觉得很奇怪 有时候我们再教你技术分析 我说因为MACD在零轴以上 虽然这里有交叉 对 请问有大跌吗 没有 这不叫大跌 因为零轴之上是多头 好 零轴之下是空头 所以你看 它MACD在这边慢慢修正 KED已经从80几修正到20了 然后又交叉了 那告诉你说我又要往上攻了 这就是强势的整理 所以在五日线附近来做介入都很安全 以这种方式 好 老师刚才讲到 这个三星退出DDR3 明年呢 DRAIN可能会有涨价的空间 尤其是力金型的DRAIN 就点名了三档 玉创 金豪科跟华邦店 对 所以你发觉到说 玉创其实你看 你在沿着强势谷 它就是五日线 它是最强的 对 然后你看这里又交叉了 那这里呢 这里也要交叉 对 对不对 我印图的时候是942 那收盘的时候945 所以基本上是交叉了 好 这个交叉了 所以搞不好明天蹦 又往上了 因为等于收盘价是又交叉了 这是交叉了 对 好 所以档是3006金豪科 对 金豪科也是一样 金豪科跟玉创来比 是金豪科的本益比较低 比较低 那这个形态也出来了 有没有 这个还没 这个大概明后天 所以基本上你如果觉得说 玉创已经长很多了 比较高 你不敢追玉创 你买金豪科 对 买金豪科 好 下一档是邓老师追踪 好久的3260的威刚 我想威刚这个地方 大家会觉得它很委屈 而且它也磨很久了 因为这个右肩也差不多了 你看左肩的这个时间点 跟右肩的时间点 应该进入末段 基本上前三季都赚9.03 这个地方应该 坏的话明天 慢的话后天 你当然就是在这一两天 赶快布局 今天也是小涨一点点 你不要等到大涨去追 就会来不及 这个很值得报股 过新年都没有问题的股票 好 这涨个股是群联 它今天是 今天10块 对 填息了 一开盘5分钟就把它填息了 刚好就守这一条线 为什么 各位你看 这条月线叫456 然后你看 今天的第一点就是457 它就不会破 这个就是像我们之前 有教各位说 为什么台积电那一天 要除息 隔天会填息 就是它守季线不能破 它是守月线没有破 所以你看 今天就当天很漂亮 扣10块 还一样月线能够立守 所以它很快就做一个填息 但是你发觉到 它短线就是还在整理 好 短线是在整理的 OK 好 小心 它10拳 10拳 这个底也快出来了 基本上 它MACD是往上的 可是KD还没有 所以你只要在20日 20日 这个20MACD来介入就好 好 会比较安全 不要追高 世界也是一样 在季线附近 才来做低接 才来做低接 至上 至上 这里有缺口 所以21 22分 来